穿雪雪的塞車是很危險 其實女孩子還有很多蟋子 都不適合塞車的時候穿 純時關係不注意 有可能會卡住 所以有專家就建議 女孩子最好在車店 隔一層鞋 學平安 當車問有開 坐去教室做 穿廣大的開車也沒什麼 不過開到這裡 向上蟋子卡住 這層要求 真不簡單 這種車停下來 鞋子卡在那個煞車那邊 鞋子插一些造型窮部的椅子 這樣像鞋子說的可以吧 要洗禮喔 皮靠頂的裸靴 要打冬仔的時候 可能會把關節卡住 還有這種的卸行鞋 有的不家庭 穿起來是很滑 冬仔打不住 車就一直衝 不過有的人身材比較矮 鞋子不穿比較高 窮怕會打不住 加分班的教練就說 這個問題要解決也是很簡單 有時候我們會建議他後面 放一個墊背 就讓他的身體往前起一下 這樣也是可以的 鞋子放一張墊底的 鞋子持久的在車上 開這裡進行換一個 這裡不會完蛋的 穿起來不方便 有個危險 記者綜合報道